董事长 习近平现在已经下了飞机 他已经到了旧金刚才要参加IPEC 他会跟拜登会变 你说这个至关重要 问这个至关重要 刚刚讲 金融时报讲 未来展望是风高浪急 不太风高浪急 纽约时报也特别提到 他说过去整个全世界经济繁荣 一个非常关键是 有一个中美国 是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合资企业 现在中国跟美国 这个最成功的合资企业要拆火了 要拆火之后 所有的毛病都出来了 他拆火以后的问题非常麻烦的 还有对抗 因为他们现在最担心 就是说中美的企业在 实质上已经产生一个对抗关系 就是在这种商业上的部分 商业上的部分你也知道 我们最严重就是科技 那习近平这次访美的议题里面 有一项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每天在谈的半导体的问题 半导体的问题 雷蒙多是警告说 他还要再升高他的制裁 习近平去谈判的目的 这一个目的 维持现状 不要升高 低调到这种程度 这么低调 他不敢奢望 他只担心你升高 希望你维持这个情况 他就可以接受了 要我喘一口气 就谈判 没有喘一口气 跟现在一样紧张 就是没有 他不让你 就是雷蒙多是要更加重 更提高制裁的力度 所以说实际上他最担心的就是半导体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来讲的话 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的 体质的这个所谓的 腾笼换鸟提升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完全被美国影响 才造成你刚刚讲很多倾销等等 因为如果说 你要解决中国经济的话 不是靠价格倾销 是靠你的科技的提升 才能够让你对世界上的这个 整个经济结构 有正常的贡献 对 结果你现在搞价格战的话 表示你没有科技的提升能力 这就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的一个 一个整个的经济策略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习近平这次去还有一个最后 其实是中东战争 中东战争 现在谈到是2024 全球经济展望风高浪起 还有后续威胁是什么东西 就是中东 因为以哈战争 可是你现在不是已经控制住了吗 看起来控制住 但是今天 昨天土耳其已经提出 往这个国际法庭提出申请 要去告诉 要提出告诉 告诉这个 以色列总理拉坦亚呼 要说他是战争贩子 他是人口灭绝 已经提出告诉了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拜登已经讲了 就是要恢复两军的 所谓的军事管道对话 那目前来讲的话 已经有六个管道全部封闭了 他这次渴望能够全部打开 所以习近平这次愿意 让他两军的这种所谓的 互相交流跟紧急通话系统 可以立刻能够发挥危机处理的功能 因为目前你看到南海发生事情 然后到处说还有他的这个 南海发生还有空军的问题 逼他的空军被他战斗机挑衅等等 这是非常危险 因为这个插枪走火 就有可能会量造成战争 中美的直接的战争的风险 这问题太严重了 那当然另外一个好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台湾嘛 那台湾这个议题来讲的话 因为今天台湾的内部产生了极大变化 因为产生蓝白盒的可能性嘛 蓝白盒如果成功的话 对习近平 他就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 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在条件上 要跟拜登交换 交换某些东西 然后取得对台湾的一些的影响力 那看着如果蓝白盒成功的话 那明天要准备的所谓的习拜会 或拜习会的这项议题来讲的话 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重要性了 所以今天就是很重大的一个改变 那今天这个时间也非常重要 你说他一定要在拜习会之间搞定这件事 就这个时间刚刚好碰巧了 我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本来就有美 中美谈判本来就有台湾议题嘛 那台湾议题里面 今年的议题就是2024选举嘛 那选举有可能两个结果嘛 一个选举一个主张台独的民进党 一个是主张九二共识的国民党 或者其他党 那如果选出台独党的话 那一定让习近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有可能让美国被拖下水嘛 所以台湾议题是一个今年比较特殊的 因为有选举而牵引出来新的冲突的可能性 所以台湾议题比经济问题还严重 当然台湾议题是一个会爆发的议题嘛 就让美国知道这个议题 所以你看到罗森伯克不是在半年内 到台湾三次嘛 最后一次已经公开讲说 AIT的负责人讲说 他们反他们不支持台独嘛 讲到由这种官员正式发表这种声明 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当然我们本来也担心 也注意到明天的拜登 会不会对台湾部分有任何出卖的动作嘛 今天因为刚好造成 因为有这个蓝白盒的成功的契机的话 我觉得对他明天台湾议题的压力 会相对性的减少很多 董事长你昨天讲说 这任务神仙劳无垢 柯文哲会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那你说他到时候最后实在没办法 他有可能 你开始讲 你是最早讲 他有可能去当副首 因为他没有选择 我心里讲你又在唬我了 你又在骗我了 果然 他现在变这个样了 我最早我跟这个香港的媒体 中平社讲过 我最晚19号 他会选择当副总统 对啊 但是我不相信 结果提前 现在18号了嘛 提前一天就拆的时间没有差得很远嘛 对不对 对 那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柯文哲自己今天已经体会到 他单独以一个小党的党主席 走到底的那种辛苦 跟走到底的那种资源的匮乏 这是他面临到一个很艰辛的挑战 可是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 你昨天晚上叫你的幕僚沙瓣推演 那你的所有沙瓣推演都已经确定了 今天陈志然才会三度举手说 这跟我们昨天的共识不一样 你连今天要去会场你还在车上 跟你幕僚讲我会选到底 怎么可能不到几秒钟的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做完全180度的转变呢 到今天上午进入会场 还说选到底嘛 那个之前说一切的东西 都是他的催眠手术 催眠之后 然后到了会场讲真话了 出来之后讲真话了嘛 出来真话很简单 他说他累了嘛 累了 他累了嘛 因为整个民众党就他一个人 整个不分区的民单里面的人 都是靠他嘛 是 他一个人撑住整个党 没有他的话 这些人去外面 选举都是失败者比较多嘛 所以他顶不住这个后面 所以有人讲的是浪人组合 那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后面就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了 那现在两党都会推出 现在我们也收到了 你看见没有 这个包括猴总猴的进办 也追出来这个在吹电话 柯也说 说挺阿伯 够电话 对那包括猴也是挺猴友谊 够电话嘛 两边都同时做出这个 这EDM已经传出来了吧 所以他们后面还有三天 听说很重要 如果这三天是不是会翻盘 是不是柯猴或猴柯 是不是还有其他变数 因为刚刚听伟汉的讲法 我就不太懂了 但听起来好像 倾向于猴柯的可能性 猴柯的几率高 对那这样子 如果是猴柯几率高 表示今天柯文哲气首嘛 他让步了嘛 对 那让步跟气首的背后 如果只是很单纯的 柯文哲觉得他的力有未歹 或是还有更大的高人的指点 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高人指点 不知道 你现在讲到重点了 高人指点 对对啊 是不是姓高的人出来指点了 不知道 但这个结果来讲的话 总是对赖清德 会构成很大很大的压力 因为赖清德要面对到 一对一这个结果 一对一的结果的话 我觉得对赖副总统 或民进党团队 目前来讲的话 还没有完备的心理准备 董事长你说 现在看起来真的蓝白盒了 已经有六点共识了 这六点共识 还有另外一个苦楚 郭台铭 郭台铭 没有筹码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蓝白盒从成功的之下 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这个投票的这个数量 那这个数量很容易就把 郭台铭这个 残余的5% 把它消化掉了 所以我认为郭台铭已经 没有任何机会了 他不是这两天还要跟 跟那个柯文哲见面吗 那是建议在 如果柯文哲的谈判 失败的情况之下 那郭台铭的5% 加上柯文哲的17%的话 就还有一波的机会 超过20% 20%来讲 虽然排第三的话 还是非常强势的一股力量 对不对 就变成沙卡都的一个 一个平均20 20的状况 那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 所以郭台铭现在唯一的选项 就是回头去帮国民党忙 那他没有选择了吗 没有了 他现在这么跟国民党 他跟国民党的问题 他基本上还是男军的一份子吧 那至于怎么样回到国民党 他去辅选他还有力量 因为那个5%来讲的话 在现在开始辅选的话 还有将近一百万票的实力 如果说他今天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是一个更大的加分 好 那另外就是 没到电子包没到 我怎么突然看到 柯文哲在这两天 刚刚讲到 在这个 等一下讲 今天马英九一开始在丢 所谓要全民调的时候 当时是帮柯文哲 注意力哦 把你往上推 可是当柯文哲跟马英九 一握手 他又往下掉了 是啊 就是马英九的 这个他的神秘的 他这个奇妙的传统 所谓的死亡之握 只要跟他握过手的人 经常结果都会变成 柯文哲这个样子 真的假的 你看他现在结果变成 他怎么会差到 连柯文哲都免不了 对啊 你看到 现在侯友宜将近 快三十个百分点 这个对侯友宜 是个非常大的进步 那这个怎么发生 就是今天礼拜五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这三天的民调 出现一个极大的反转 那这个极大的反转 情况之下 让侯友宜有机会 跟赖清德的差距 你看就差到四点多个百分点 对不对 对 这个四点多个百分点的话 这个开玩笑 那表示他跟赖清德也在误差值范围内 对 所以侯友宜今天的成长 已经足以让他个人去单独单挑赖清德文 照你这样的民调 这个盘是一直在变化当中 就是蓝军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集结 就是因为我认为 就是马英九的出现 刺激了蓝军的大团结来用力的 很大的团结来支持这个侯友宜 对 这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因为出现了危机感 出现了要亡党亡国了 就是马英九的这个吹票的力量 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都一直认为说马英九会摆明了 他是要帮助柯文哲 结果出现的这个状况 是一个完全颠倒的状况 而且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如果说差十个百分点 其实剩下的民调不用去比了 因为侯友宜是绝对领先 误差值外 扣掉六%还有四% 不管三咖或是四咖 情况都一样 四咖的话在九点多百分点 所以侯友宜又重新站上一个 那个相当有意义的领先的一个角色 那这个还有什么好比民调的 民调我认为不必再比了 总统大选这么大的选序 大概你在选举前半年 大概就已经底定了 你该投谁 你该决定的 那个局势不会太大变化 怎么到了现在 你现在连选举才多少的时间 结果现在还起伏这么大 刚刚讲到 你没有想到 你们现在每日早做民调里面 侯友宜现在到了29.9% 现在科文只有19.9% 两个差十个百分点 那更夸张的是 赖清德没风没油 多大手 没什么事 一下子又掉到33.8%了 对 所以这个核心问题 我来解释一下 真正的问题是赖清德不够强 赖清德如果够强的话 这个场面都给你烧烈烈了 讲简单也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清理战场了 对 不是 早就应该清理战场 你讲到六个月前 就应该要清 现在只剩两个月了 所以表示赖不够强 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把它反映出来 第二个问题 今天这个民调 让我们下一条在哪里 这个民调就很简单 就是上礼拜五 这个礼拜一 这个礼拜二 这三天四百份 对 一千两百份的民调的结果 这三天发生什么事情 让侯友宇突然间暴涨 马英九 马英九 他又恢复他的魔力了 他什么魔力 帮谁谁倒 他是死亡之握 他握到谁的时候去帮谁 谁就倒霉 对 结果一搞一个 柯文哲没有涨 19.9 大概也稍微涨 掉了2点几了 对 可是这些被 他跟侯友宇的差距 拉到十个百分点了 拉到十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可怕 还有一个 这个还无所谓 那这个表示 这个态势下去的话 过两天 十八号 结果就是侯柯佩 不会有意外了 因为这个民调 摆名字这样 差太多 柯文哲不会翻吗 不可能 不可能翻 你听我讲 石咖不会翻 而且更大的鼓舞在哪里 你要知道 29.9跟33.8 差多少 你有没有看到 他总共差 快将近四个百分点而已 对 三点多 3.9 3.9个百分点 3.9是什么意思 是误差值 所以在这边侯友宜的民调 居然搞到跟赖清德在误差值范围内 怎么可能 这摆名字给你看就是这个民调啊 对不对 然后你看另外一边也就四咖都 因为这幅度太大了嘛 你自己都吓到了 我们看这个民调 我们一定不敢马上公布嘛 因为从头再看一遍再显示 有没有问题 包括没有问题 然后加权等等全部看完 确定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今天很晚才公布嘛 那确定有把握的话 只有一个道理解释 就是马英九礼拜五的效应 对 一直发酵到马英九的礼拜五 礼拜一礼拜二三天 搞成这个结果 所以变成了把柯文哲害得死死死嘛 然后把侯友宜拉高到这个情况 对 因为全部的反应出来就很简单嘛 那你们有做交叉分析吗 交叉分析里面就是蓝军全部回容 蓝军回容了 蓝军大团结 蓝军全部大团结啦 蓝军大团结 所以表示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国民党本身 如果侯友宜很硬的话 国民党力量本身就够 不需要跟人家合作 不需要合作 靠国民党本身的力量 就足以来挑战蓝军德 叉咖嘟也没有关系 我这个告诉你 所以你说之前是好像以为不够强 不够汉 才有这个结果 你够强够汉就不一样了 他上一次在印的 上次仗起来也是一样啊 也是他表示说 不要就不谈了嘛 上一次也是摆出个样子 限定最后时间不谈 你记不记得 那个礼拜开始明天要上扬嘛 那这次又是一样啊 这次最后期限嘛 就是侯友宜硬了嘛 接受全民调 来跟你直球对决 当侯友宜选择直球对决的时候 他的民调就开始上涨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帮大忙的 就是马英九啦 马英九后面帮忙嘛 马英九跟柯的这个很神秘的 关系的互动 搞出一个奇怪的事情 但柯没有调很多 柯没有调很多 只是来回 一来一回差很多 我现在讲的比较 比较让赖清德要注意的是说 侯友宜的民调 等于已经到30了嘛 我们都认为他不可能到30了 都认为说侯友宜会在25就停住了 他已经突破他那个25的那个底 那个天花板了嘛 他往上冲了嘛 这往上冲的力道 居然是来自于 我们想都没有想到 马英九 要马英九是他的大贵人帮大忙吗